今天想介绍一下和我们分享的讲员Edwin 带兄 Edwin 我在把握时机的课程里面认识他 他主要是在加拿大本地宣教是做动员的 当然他是我们把握时机的其中一个导修员 在2022年的夏天 他就开始参加了一个叫做 亚族伊里路事工的事工 主要是服侍多伦多的本地阿富汗人 在这里就欢迎Edwin今天来到我们当中和我们分享 我们就透过一些问题 Edwin和我们去分享一下 首先我想问一问 其实你如何开始 会觉得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 是去呼唤你在多伦多去到接触 甚至服侍一些阿富汗的难民呢? 陈牧师你好 大家好 首先都多谢华福 和Outreach Canada 邀请我 有点分享自己的学习 至于我如何有这个负担 开始有负担去接触阿富汗的难民呢? 话说我看两年前 2021年的9月底 我教会就有一个猜传的联会 当中的讲完 他也提到他有一个移仗 想去阿富汗那里做一些华人的劳工 一些敷衍工作 结束了一个聚会 我也跟一些弟兄去聊天 他们都是之前我们几年前 一起去短孙 我们就说到 我们下次去短孙去哪里? 有人说去南美 有人说去杜拜 我说如果去阿富汗 可以邀请我们去短孙 我也很有兴趣去 当时我也是说一下 我都知道应该是机会不大 因为那时候是刚刚 这群人重夺这个政权 形势很不稳定 我说完就算了 但其实神是听到的 大概一个月后 我在多伦多认识到 有几个本地的宣教士 那些什么是本地宣教士 其实他们是以多伦多为一个宣教工厂的宣教士 当中认识了一对宣教士的夫妇 他们是来自美国 他们特意在多伦多找到一个地区 最多穆斯林居住的地方 他们在当中租了一个大厦的单位 跟他们一起住 一起去生活 一起去接触 建立一些友谊 从而去做一些福音的工作 那天我去探讨他们的时候 他展示了一个Google map 给我看 有一些印象在上面 原来他们旁边的大厦 都是有一些宣教士在 不过他们就 因为安全的缘故 他们的身份就不会很表明 不会很明显 虽然大家不认识 但他们会互相去代求 我那次就 体会到什么为本地宣教 虽然之前 我在这个把握时期的课程上 我都学到什么为本地宣教 但那天就亲身体验 去接触宣教士 原来多伦多是一个宣教工厂的热点 我看其他北美的大城市 都会是 因为大家都是多元文化的社区 其实加拿大 温哥华 五本地河 其实很多这些大城市 都是一个宣教工厂 我当时真的看见到这些东西 之后几个月 我都跟这些本地宣教士 一些特兄姊妹 一起去外展的工作 去拍门 去不同的社区 大概到12月 我们第一次就搭捉 这个叫Richmond Hill 这个社区 在多伦多北面 其实离我家不远 十分钟左右 那次第一次拍门 第一道门 就是一个阿富汗的家庭 之后一个月 我们再去探讨这个家庭 有一个女士 出到来 我和我的宣教士 跟我一起 宣教士去解释这个福音 其实当天很冷 当天应该 如果看记录 应该有-17度左右 我的脚趾已经冰到结冰了 但是那位女士 因为她在里面出来 其实她穿着室内的衣服 她居然是站着听我们 去分享福音 我说了十分钟 之后 郭宣教士问她 你愿不愿意 做一个决字祈祷呢 她居然说愿意 对我来说 很大的影响 其实是很深的印象 其实当你亲眼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会觉得 其实在神里面 是凡事都能的 我不是说 我不是说 和回教人传福音 令他们回归是很容易的事 不过在神里面是可能的 之后我也是 其实挺有兴趣知道 这些阿富汗的难民 在多伦多 究竟如何去找到他们 其实都不是很容易的 我曾经都去过 这个 就是多伦多的阿富汗教会 多伦多是很大的 很多人 其实 阿富汗教会 是有一间的 里面只有一个 牧师 我问她 如何去找这些人 其实她说 她们周围都是 她们不会说是一个很集中的地方 因为她们来到多伦多 她们就被安住住一些酒店 那些酒店 不会公开给大家知道 那 他们之后就找到地方住 就是散居在不同 在整个安省不同的地方 有时候在多伦多 有些会在外地 就是不会有一个 系统性的方法 去找到他们 我当时都觉得 有点沮丧 因为完全接触不到这些人 所以我都 之后那几个月 都没有什么再去想 这件事 但是就很奇妙 在去年的5月 我收到一个WhatsApp 有一个邀请 邀请我去一个 一个宣教活动 本地宣教活动 是由一个 华人的 一个华人的宣教机构 跟阿富汗教会 去到联合举办 一个宣教体 叫做本地的宣教体验的活动 这个想法就是 阿富汗教会 就会透过他们的社交网络 去到邀请一些 他们的难民 去到我们的宣教会 去到我们的宣教会 在暑假的时候 我们的华人 一些参与的 弟兄姊妹 就会出力 出人出力 出钱 都有一些 跟这些人在沟通 去到打交道 在当中 我就去到认识到这些人 在这次的短宣活动之后 在当中参与的 有些弟兄姊妹 都想继续去到 服侍这些难民 我们就想跟他们走第二里路 这个就是我们第二里路的 事工的开始 就是这样 徐牧师你搜索了 其实这个是一个 由一个好奇心开始 上帝又听了你 又带领你一些很奇妙的 一些接驳 就开始了你接触 去尋找阿富汗的朋友 去找他们的社区 那其实你可不可以形容一下 你真真正正的去外展 出去接触阿富汗的群体 在多人多的群体的时候 你是怎样去做 和怎样开始 嗯 好 那我们在 两次的批尼 我们就联络到 一些阿富汗的难民 他们其实来了 都不够一年 有些都是一两个月 那我们接触到他们 就是我们拿到他们的联系 那我们随后就去接触他们 看看他们有什么 可以帮到手 那其实他们的问题 都是很多新移民 去到面对的问题 比如是找屋 找家司 考车 买车 工作 或者找工作 可能子女的教育 物资 很多这些东西 其实我们都是去到 就是透过这些途径 去帮他们的途径 我们看看 怎样可以跟他们 建立一下关系 那去到 展示给他们看一下 我们基督徒 是怎样的 有时会 有时会 约会他们出来 喝咖啡 大家更新 他们都有聘请过 我们去吃饭 那我们也有聘请过 他们回来 我们去吃饭 也有 有时就会 在一些 的 节日 那里 我们一起 庆祝一下 让他们感受一下 加拿大的 节日的气氛 在今年的暑假 我们也尝试了 有些外展活动 我们去探望一些 阿富汗的商店 或者一些 食肆 那些的阿富汗人 有点不同 那些是 一些比较移民了久的 那些阿富汗人 他们不是难民 可能 来到20年 30年都有 那我们 发觉 原来接触那些阿富汗人 有点不同 跟接触难民 因为他们已经 在这个国家 那我们有时 都要学习 用另外的策略 去接触他们 那我们也 有些难民 是信了主 即是基督徒 那我们也 开始有些 培训 跟他们有些 查经 去兼顾他们 虽然他们是基督徒 但是其实他们 来到加拿大 也有很多困难 我们刚刚开始做一个 上线的ESL 的班 主要都是 针对一些 的婦女 他们有些 很小的小孩 那他们就 出不了家 去不了一些 实体的ESL 的班 那我们在上线 跟他们 去补英文 看看跟他们 建立的关系 其实我们的事工 接下来也有两个童工 会加入我们 是全职的 因为 现在我们 大概有十个 弟兄姊妹 都是兼顾的 即是我们 有教会 也有侍奉的 我们主要都是 去找一些 兼顾的时间 去做这个事工 那接下来 有一个童工 就会转做全职 令我们 又找到另外一个 新的童工 现在都在上线 希望可以在 就是 几个月后 他们可以 全时间 在那里 侍奉这个事工 那 也有一些 照片 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 这个就是我们去年 去年 那时候 我们去到 那个 本地宣教的活动 我们也有一些 训练 那 可以看到 左手边 Pastor Obed 就是阿富汗教会 的牧者 他那天 就跟我们 介绍一下 牧斯林的 基本的知识 就是 如何跟他们 溝通 又说一下 阿富汗人的文化 就是 我们什么注意事项 就是我们跟他们 接触的时候 右手边 就是Pastor Andrew 李维明牧师 他就是当中翻译的 他是我们第二里路的 主要是带领我们的牧师 下一张 这个是 刚才那个是 in-person training 这个是online 的 我们也有这个 训练 看到其实 我们也很平凡 我们不是什么 宣教士 或者是什么 神学生 其实都是一些 很普通的 弟兄姐妹 不过 我们有个心 想接触一下 这些阿富汗人 最后的那一行 右手边 是Sharon Sharon 就是宣教活动的统筹者 下一张 是我们第一次在训练 就是7月的时候 其实那天也有另外一些教会 弟兄姐妹来 支持我们 有些 其他一些宣教团 看 譬如黄色衣服 那位就是 橙 橙的黄色衣服 就是 GIS Network GIS Network 有很多人来 支持我们 不要紧 刚才回到8月 这是第二次的训练 第二次的训练 其实第一次训练 我们不是那么多 新朋友来 主要都是阿富汗教会 那些的 第一次训练 第二次训练 我们就 来了很多的新朋友 很多的乃物 我们拿到他们的交通 跟他们有交通 下一张 麻烦 到9月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 我们第二里路 这个阿富汗家庭 那天 就送一些 衣物 主要都是寒衣 因为9月开始入冬 其实 去到收集那些寒衣 就不是很难 基本上 你发出两个讯息 很多特兄姊妹 去捐这些 一箱二箱 去捐给你 最花时间 就是去到 如何去整理 这些衣物 看到李牧师在 其实他把这些衣物 分成一袋一袋 每一袋都有一个名牌 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有一袋 分到给他们 你看到他好像包装好那些 其实这些是 穿过的衣服 不过 他用东西套着他 做得很好看 去到给他们 这变成为我们的尊重 有时候 捐到很多衣服 好像一袋衣服 都给别人 其实 真的不太好 人家的感觉 不太好 我们就这样做 我拍摄这幅照 我看到 你看到电视也有中文 他们有时候 都会看中文电视 那个妈妈 这个妈妈跟我说过 他很喜欢看一些 中国人做食物 看一些中国菜 那么 下一张 谢谢 这十月 我们就跟阿富汗教会 Pastor Obed 我们几间教会 和李牧师 一起和他们 聊一下 如何合作 大家如何合作 跟他们教会 如何帮他们的难民 因为其实 很多难民 是固定在酒店 他们还在寻屋住 其实 他们阿富汗教会 都不够人手 如何处理这些人 我们就尝试了解一下 情况下 如何可以帮他们 下一张 这是今年一月 有个阿富汗家庭 请我们吃饭 其实我们只是想去探望他们 他说 不如你上来吃饭 坐在地上 不过有刀叉 不用用手吃 也挺好吃的 下一张 这个就是 有一晚 我就去 另一个家庭 跟他们 安装印刷 因为刚刚新买印刷 他不懂装 我去跟他安装 搞了一大轮 搞到九点多 晚上 他就没吃饭 他就请我吃 真的吃饭 你看到上课有点烦 但是 这个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我现在想起来 也不知道我吃什么 这个像pudding 但是有些先教士的精神 就是别人给到什么 你就吃什么 其实整个印刷是少的 但是当中的 建立的友谊 其实很重要 下一张 前段我们找到原来 在加拿大的圣经协会 有这个 花士的 约翰福音 他们有得卖 我们就团购 然后进入了一批 这些约翰福音 花士 其实 有八成的阿富汗人 都会认识这个语言 说这个语言 可能好像有四成 但是大部分 来到加拿大的 都是讲花士的 所以我们就 进入了一批 试试我们 如果有时候外展 可以给这些人 下一张 7月1日 我们去加拿大的国庆日 我们请了一个家庭 这个阿富汗家庭 去到一个公园里 慶祝 让他们感受一下 这个加拿大精神 下一张 李牧斯 这个就是7月中的事 你看到最左边那位 其实是信主的 这位姊妹 其实她家里有很多问题 她旁边的是她弟弟 她弟弟 惹了官司 在工作上有口角 被人控告她 那天李牧斯 花了一整天的时间 跟他们去法庭 最后亭外和解 这个弟弟原本 对基督教也很反感 很反感 经过那次之后 她也有一些圆化 希望她继续在她心里工作 下一张 8月我们有些外展活动 去到 这个是一间 剧本店 应该是剧本店 的老板娘 她的老板娘 她那个时候 不是太多顾客 她也很友善 坐下和我们聊天 喝茶 当中 聊了一些信仰 给了一本 刚才的《药汉福音》 《花士》 那本《药汉福音》 给她 但她说她家里有圣经 她说原来 因为她以前也在印度 读过书 在一些天主教学 那我们去跟她说 这个是旧移民 不是新移民 所以她都 在沟通方面都可以 新移民通常她们的英文 都是比较 较难 去跟我们沟通 所以都要很有耐性 下一张 那当然我们这个 去外展 除了探索那些人 我们也探索那些食物 那些阿富汗的食物 都挺好吃的 这个是两个星期前 中秋节 我邀请了阿富汗家庭 和一些特殷姐妹 去到我家 吃完东西 唱了两首诗歌给她们听 其实都要很小心 因为之前也遇过板 怎样遇过板 就是 应该是 圣诞节节那一排 那我们有几个特殷姐妹 打算去探讯家庭 唱几首圣诞歌给她们听 很好的 唱一唱一下 唱到中途 她的大儿子回来 她的大儿子二几岁 一个年轻人 坐在那里接听了一次 她就问我们 你们是不是想 混合我们 去基督教 我们全都静了 不知道怎么回答 那最后呢 她的叔父就出马 爸爸就跟他說,我們不懂得聽他們的說話 我看過的意思就是,這些是我的客人 你別吵,這些是我的客人 我們就唱下去,所以其實也很小心 我們有時跟他們傳福音要很有智慧 這一次我怎麼做呢? 我首先跟他唱一首香港人的名曲 琴曲,我跟他說,所有香港人都會懂這首歌 就叫《獅子山下》 我們跟他唱了《獅子山下》,唱中文 有些的英文和法師的翻譯 之後我們就說,我們唱另一首歌 這首是我們所有基督徒都會懂的 也是經典的名曲,我們就唱了《他事主》 之後就唱第三首歌 這樣就比較容易讓他們投入 那次就可以了,這個家庭也很開放 到我們基督教 差不多了,這就是這麼多相片 謝謝你, David 好啊,剛才聽到你講到那些 拿些衣服給他們 那不是一堆都給別人 包得漂亮,是一個尊重 我知道呢,就算我們做難民事工的時候 我們說,雖然我們明白他們來到加拿大 身為難民,但我們有時候稱呼 或者跟別人聊天說的時候 就避免說這些名詞 就是他們聽到就不是很舒服的 那我們就開始學習這些 那最後一條問題,Evan 就是在這些接觸、這些服侍裡面 你覺得你學到最大的功課是什麼呢? 還有你有什麼對我們今天的觀眾 有什麼鼓勵可以挑戰我們的弟兄姊妹呢? 嗯,好,我覺得我最能感受到 最能學到的東西就是 我看到原來多倫多是一個宣教工廠的熱點 剛才我也提過一下 頭腦上高知度和我感受到不同 我真的要出去,接觸到這些人 才發現原來我們住在多倫多 或者其他可能住在溫哥華 或者滿地可 其實神很祝福我們 因為我們 他擺在我們這些地方 是真的你看到很多有需要不同族裔的人 那我們怎樣去回應神的祝福呢? 我自己看到的就是 中國人都是比較喜歡跟中國人傳播音 或者是很多的外展事工 都是針對中國人 我覺得其實這個不是說一件壞事 但我們要記得 我們中國人也是曾經 是被另外一些文化的人 去向我們傳播音 那我們其實應該是 很需要去到 將我們的視野去到擴闊 不只是看我們中國人 有其他族裔的人 甚至這些人是神擺在我們身邊 可能是你旁邊的那個已經是 那我們怎樣去到 去到 去到 闖開我們的眼光 我們的視野 去到接觸這些人 其實 剛才我也分享到 我們有些弟兄姐妹 其實我們 很多東西都不認識的 我們第一次去到 接觸這些回教徒 有些都很關心 他們英文都說不定 他們說我怎樣接觸這些人呢? 其實神是有個恩典 我們不需要英文很厲害的 因為其實他們的英文都不太厲害 其實很多的溝通都是 八成都是 好像說兩成是說話的 八成都是一些表情 或者一些 一些 方法溝通 這是我第一件事 我覺得第二件事 就是我們跟回教徒 去傳福音 那個策略 可能跟別人不同 很需要在關係上 建立 有了關係 有了信任 你跟他說信仰 他才能聽得入耳 其實很多回教徒都很好 他們是很好人 就是 但是你一去到 即他們一覺得你發揮到他們的信仰 就不同說法 所以我們有時候都要 要很小心 還有我們在一個關係上 去到傳福音 我們很需要花時間 去跟他們在一起 花時間之餘 你要去把握一些時間 或者你去製造一些時間 跟他們在一起 比如說 很多時候他們有很多的移民 新移民的問題 你很快會 Google 很快會找到一些網站 傳給他們 傳一些電話號碼 一些電郵 叫他們去聯絡 其實更好的做法 就是你去到跟他們一起做 即是你載他們去一些部門 或者你去到 即我們甚至有一次試過 是跟一個人去到 收拾他的訊號 因為其實有很多訊號碼 你可以傳給他們去 但我同意一個同工 在Zoom那裡 跟他們 收拾了一個小時 接著我用一個 調查GPT 再收拾一下 其實我們 我們未必是訊號碼的專家 但我們透過這些 一些途徑 他們跟他們建立了一個信任 建立了一個關係 以及表示我們 真是關心他們 所以花時間在他們身上 是很重要的 另外就是 剛才也提過 怎樣去到 跟他們傳福音 其實不需要直接說 他們的信仰是錯的 不需要說 武漢阿德是個騙子 你只需要 跟他們說 即是給他們看 或者跟他們說 我們信什麼 基督教是 我們信什麼 我們為什麼要這樣信 以及我們要走出來 我們不要說一套做一套 我們走出來 他們就會去體會到 那個分別 他們自己會感受到 好像有一個 即我們接觸到一個 一個男人 即是一個一家之主 一個父親 他是在阿富汗裡面 做一些高官的 即是前政府 他自己 上次看到他 他把照片給我們看 他在阿富汗有個 三層高的 一些大公寓住宅 他說 他現在被塔利班住了 他自己很有苦度 他有很多的怨恨 但是我們跟他說 耶穌基督說 人家打你一邊 給他另外一邊 他也說 他以前在大學聽過這句 我們也說 要愛你的守敵 他來過我教會兩次 其實他自己很有興趣 這個基督教 他也說感受到 去教會和清真寺的不同 他那些回教徒都經常在爭鬥 我們在基督徒 真的很平靜 所以透過這些 去解釋給他聽我們的信仰 我們不用直接說他的信仰是錯的 我覺得神的工作 會令他感受到 原來是這樣的 我自己相信的東西 有什麼不妥 這個基督教是怎樣去真實 這是神的工作 所以這給我學到 有耐性 和回教徒傳呼音是有耐性 我們不是說幾多日 幾多星期幾多月 我們用連組單位 我們和他們的工作 用連組單位 今天很感謝Edwin在我們當中 分享一些很實際的經驗 特別他是一個普通弟兄的身份 不是一個專業的宣教士 或者是怎樣特別的專長 當然他的心 就是上帝使用了 也都有一班弟兄姐妹 跟他在一起 在當中給我們很多好的提醒 以及一些很實際的體驗 其實是很幫助我們 教會體驗姐妹 真意向落實的 可以做這些接觸 不同文化的人士 我們今天很感謝Edwin 和我們當中分享 好嗎